2014年12月14日 早上8点 在酒店的免费早餐 是我们在台湾的最后第四天 17号我们可以从高雄坐飞机回去 珍惜剩下的最后每一刻 出发 来看看台湾的两段式左转 脚车和摩托车不能直接左转 我们必须先转右 然后进入这个带转区格子 清灯过后呢我们才可以直走 这样子对脚车和摩托车来说比较安全 我们到了柴州的龙马巴士站 我们到了柴州的龙马巴士站 离开台中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 我们到了彰化 这里有一个非常复古的火车头出厂室 名字叫彰化圆楼 大部分的火车头还在操作中 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火车头 从地图上看是这样 所有火车头都可以一个一个进入轨道 这就是轨道转换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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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圆楼 下一站阿山肉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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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八卦山 爬一点点的山 比起之前我们爬过的山 这山超容易爬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彰化室的圈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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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去吃冰 鱼头玩 去火车站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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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亲一个朋友 那么大夫案 就是许多事 我们必须搭火车 因为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而且在城市里面没有这么东西好看 还有我们还要赶两百公里的路 在三天里面完成200公里的路 这趟旅程还有蛮多的脚车人士 他们两位就从别的城市骑过来 然后再坐火车回去 这趟火车为我们省了81公里 经过昨天的115公里 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恢复 还是很累 我们到嘉义了 已经是下午3点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太阳下山 在嘉义有一个日本村 这是日治时期留下来的遗产 我觉得台湾人遗传了日本人的礼貌文化 真是日华文化交融的地方 我们可以骑快一点 往西南方向 骑向海岸 在布袋港有便宜的旅舍 离嘉义40公里 在嘉义我们完全找不到便宜的住宿 可能嘉义是最靠近阿里山的城市 虽然很多人都在这里过了一晚才上山 这40公里还没什么关系 因为 江下真的是太平静了 这里的田园风景跟之前我们看过的有所不同 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百年以上的farm houses 因为如果你看我眼睛 我看你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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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我眼睛 终于是进入布袋港了 这时候已经是大约六点了 民主 obviamente 新牌争 for公司 争取的 旅行 大年的 内健这最近已经是大约六点了 一个很宁静的鱼港 到了我们的宿舍 一晚两个人 1200台币 就大约马币173令吉 有一点贵 可是这已经是嘉义县里面最便宜的一间了 先看看房间 嗯 整齐又干 现在房间还是空的 办理入住手续 冲个凉休息了一阵子 我们就出去吃晚餐 市区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只有500米 先看看海鲜市场 太多选择了 最后我们决定在这一家店去 看上去像是一个公司晚宴 旁边有一个高跟鞋建筑 看上去像是一个公司晚宴 四周播放着音乐 Lady Go Lady Go 和其他Frozen的音乐 那建筑的四周都是 祠堂 回宿舍休息了 来看看大厅 这里是吃东西的地方 晚安 明天下一站台南